东部战区展开海空联合演讯 塑造围岛进逼之势 国舰抵近台舰一旦冲突爆发 东部战区能在三小时内解决战斗吗 这边蔡英文一直在岛内大搞后备动员 企图以武剧统 那边小日子也不甘寂寞 还前手向麻省太郎算访台岛 还有台岛二号人物赖清德过境算美 一图强化美台勾连 对此 东部战区不仅直接在8月17号发布语气温和 但敲打和警告一位明智的军事题材MV粤海霞 而且生怕台独分子听不懂好言相劝 随后在8月19号 莱清德刚刚返回台湾之际 就围绕着台岛展开了海空联合演讯和战备警讯 随着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对行动命令的发布 已经蓄势待发的海空和火箭军部队迅速集结行动 而海军方面 驱逐舰 护卫舰 以及导弹艇 以高速机动的方式 快速向预定海域集结 并占领优势阵位 实现了在隐蔽接敌的情况下 抵禁台舰 至于空军方面 尖机机 轰炸机实现多机编组 并且挂载实弹升空 迅速到达预定空域的打击阵位 这不仅是在演练夺取制空权 而且可以协同驱护舰 对敌实施联合打击 而火箭军虽然只主动了常规导弹火力 但是依然通过快速到达预定阵位 迅速展开部署 形成了有效的打击威慑能力 所以如果台海冲突爆发 不仅东部战区将是主攻担当 其中这三支力量更是首当其冲 所以当下演训的海空和火箭军行动 就是对实战的检验 而演练的能力 也不仅只是行动迅速那么简单 后则 小三个小时拿下台岛将相当困难 毕竟兵贵神速的机动性 只是现代化局部战争的基础 重点还是如何完全掌握制空 制海权 一旦牢牢掌握住了战争治权 任何打击行动 都是分分钟能够解决的问题 要知道台湾海峡最宽处不过400公里 最窄处甚至只有130公里 即使用速度1200多米每秒的 远程精确制导火箭炮进行攻击 5分钟之内 也能够覆盖岛内任何军事目标 更不要说火箭军的东风系列 和海空军前后发射出的巡航导弹 所以总的来说 一旦攻击发起 解放军东部战区 能否在三个小时内解决战斗 不在于攻击速度有多快 而在于控场能力有多强 控场能力由来源于技术实力 和联合作战水平 此次东部战区的多项演训中 就暗藏这样的玄机 为何解放军三个小时拿下台海 绝非吹牛 东部战区直接拿实战演训说话 只有三个集团军 海军连航母和055都没有的东部战区 究竟该如何用联合作战 快速拿下台岛呢 说三个小时拿下台岛 虽然只是外界的一种推测 但是很明显 东部战区具备这样的实力 对此一定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东部战区配处的东海舰队 不仅没有分到一艘航母 甚至连055万吨大区一艘都没有 而海军又明显是跨海峡作战的主力 这样的实力 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更何况要在三个小时内解决战斗 即使目前东部战区 有三个集团军 总共20万陆军 其中重装合成旅就有10个以上 每个旅都配备了 上百辆96式主战坦克 或15式轻型坦克 以及上百辆05式 两栖突击车或部战车 10个旅 就是至少上千辆坦克 和上千辆装甲车 还有每个集团军都配备的炮兵旅 一共总共有500多门 各式旅带或轮式的 自行15毫米重炮 除此之外 还有每个集团军 陆航旅的大量直升机 和防控旅的防控火力 以及侦察 远火 电子对抗旅的 和信息保障等五个直属旅 然而 除了远火旅的191式火箭炮 能够不用渡海 就覆盖台岛外 其余部队即使火力再强 也无法直接开着坦克 横渡海峡 但其实 这样的看法 既低估了东部战区海军的 登陆作战实力 也误解了联合作战的打法 真正打头阵 实现控场的除了导弹 就是空军 制空权永远是第一位的 而东部战区的空军实力 完全不容小须 配属了包括 王海大队在内的 两个J20航空旅 三个歼16航空旅 以及一个歼10航空旅 和三个轰炸机航空旅 其中 四代半以上的歼机机 总共拥有240多架 光旗20就近50架 作战半径达到2500公里以上 在台岛周围绕全景玩 都毫不费力 像是歼16 不仅可以挂载12吨的导弹 实现对地对舰的目标进行攻击 改进版歼16D 作为电子对抗机 甚至可以挂载6个电子吊舱 至于还有其他的100多架 歼11苏30 以及歼轰7飞爆战机 配合数十架的轰6K轰炸机 完全可以重新定义台海上空 当然 与此同时 依托空中海上 和暗机的情报体系 构筑的同一体系制空 制海信息 与火力打击链也非常重要 比如空中的空警500 2000 以及运巴电子侦察机 构筑的运行网络 是实现联合侦察 多余感知 和协同精确打击的重要环节 在这之下 才是海军实力的真正体现 即便没有航母和大驱 也依然能够形成射压态势 东部战区战机军舰 延续三小时 到达台湾岛上空和周边海域 究竟是单纯骑 1148枚导弹足够让美第七舰队退彼三射 从19号早晨9时 东部战区正式发布 海空联合演训的消息 12时各型军机便飞临台岛周边海域上空 台军推移少将宿正杰 甚至惊讶地表示 这就是一场骑行 看上去前后历时三小时 显得非常之久 但实际上 别说正在休假的台军 能不能赶回相应的军营基地 就是正在值班的台空军 也没有实力及时反应过来 而实战中 不在基地内的台军 甚至都不用赶回去了 因为光是战机起飞 台湾海峡那么点距离 解放军还有三小时吗 这期间 除了必要的起飞挂弹准备外 极大可能是在模拟第一轮的导弹 对关键目标的攻击 毕竟解放军不会傻到 顶着台岛的防空火力去搞突袭 而且今年四月份时 针对蔡英文篡美 搞的联合力舰演习 当时东部战区从发布消息 到开始演习 也仅仅只用了一个小时 不过和上一次的模拟打击 以及夺取制空 制海拳不同 此次更加强调 前方位立体式的抵近射压 也可以说距离实战更近一步 所以除了需要考虑对台打击外 区域拒止同样十分重要 毕竟每日都有可能 会因此前来搅局战台 虽然不一定会真枪实弹 但是如果一旦没能在区域外进行拒止 让每日等舰艇飞机闯入台海 即使打还是不打 就成了一大影响因素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每日不敢逼近 那么这些就需要依托海军实力 首先在对台打击上 登陆作战必不可少 东部战区海军的两艘4万吨机 075两栖攻击舰 三艘2.5万吨的071登陆舰 以及19艘坦克登陆舰 将成为登陆力量的核心 将海军陆战队和紧随其后的陆军部队登陆上岸 其中一艘075每次就能投送超过1300名士兵 和40多辆坦克装甲车 以及甲板上携带30架直升机 所以对于东部战区来说 两栖攻击舰比航母更实用 至于区域拒止能力的实现 则落到驱逐舰头上 东部战区虽然没有055大区 可是同样先进的中华神盾052地形导弹驱逐舰 整整有8艘 再加上4艘052C导弹驱逐舰 和4艘现代级驱逐舰 以及超过25艘的054A和056型护卫舰 垂直发射单位总共达到1184个 反舰翻导能力异常突出 并在演习中 已于台导移动 组织了超视距对海打击等任务的演练 再加上东部战区火箭军在常规力量上 也不是很突出 就航母杀手东方21地和东方26比较多而已